剛同學問的那個問題 主要是錄製聚集有一些地方 沒辦法錄製出來的 這個可能就要特別習慣他 因為畢竟他這個錄製聚集只是給你方便 但是不代表說他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錄製聚集應該還可以再進步 以後會變成 應該不可能啦 把CHARGBT也加進來 應該未來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會不會將來連Office裡面 也加一個Office GPT之類 或是有GPT 哇那就很厲害了 比如說有些程式直接就幫你寫出來 比如說你跟他溝通 然後馬上他幫你把你要的東西呈現出來 那這樣就很棒啦 甚至那個說明檔 剛剛F1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那個F1出來的東西真的是沒有太OK 所以如果說假設那個說明檔 以後也可以加一個 什麼 下GPT一樣的話 哇那太好了 自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然後甚至教你怎麼用 那就非常棒 可是會不會有可能啊 那也不知道 如果有可能的話 那個Office的市占率可能100%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嘛 Office他要錢 可是他的市占率卻還比那個不用錢還更高 也就是他市占率95% 那免費的那個LibreOffice加OpenOffice 才5%不到 OK 也就不要錢的 還沒有人要錢的市占率高 OK 這個我是有時候沒辦法了解為什麼 不過可以想而知啦 就是說即便路邊有那個免費的便當給你吃 但是我想應該很少人會去拿 為什麼 因為拿了之後 你又不缺那個 因為現在人應該沒那麼缺吧 缺便當 不知道現在便當多少錢 假設100塊便當 你省了100塊 對不對 可是你吃壞肚子 你就掛號費可能就不只100塊了 對不對 你應該不會省那個錢吧 可是那道理如果Office一樣 你拿了一個免費的Office 但問題將來出問題 你要找誰 因為他免費 免費你要找誰 因為你寫信給他不理你也沒關係 因為他免費 對不對 而且他前面其實已經有跟你講說 這個我沒有收你費用 所以我們是純學術使用 那當然你用要錢的就不一樣 要錢的話將來出問題 你是可以告他的 OK 那他就很麻煩了 所以有時候寧可付一點錢就簡單 沒事 OK 所以 老師你上次好像沒有講到怎麼樣讓他變成 就是我們上次講完的地方 他點進去那個組織的他還是公司 點進去還是公司 你說 這個嗎 對啊 這個有講吧 不是說你剛才說 點完之後就是那個電話號碼 結果嘛 對 你是說那個 這個範例嗎 這邊嗎 這個我還沒講是不是 這個是電話號碼 我好像有講到嗎 4MAT 還是你 好沒關係 我們後來好像有講 就是說 我在後面在串一個 有沒有 09 有沒有 然後再去抓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把它抓 那怎麼抓過來呢 其實是去知道說 我們用它儲存格的位置 它儲存格的位置就是 Sales ID的F欄 有沒有 然後 再利用那個 0911 所以11過來了 然後再一個減號 所以END一個減號 然後再84 你要穿後面 但要自動補0 那我們會希望說 跟那個TESA函數類似的結果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VBA裡面有個函數叫Format 那個Format 實際上跟以Sales的TESA GV模一樣 只是名稱不一樣 所以我後面的話 就是再把它加到 這個後面來 這個公式 我先把ENTER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 這後面的話 就加上一個Format 這個Format VBA 當然這個VBA點不加也沒關係 Format刮符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G 這個應該是G欄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後面逗點之後呢 給它一個000 然後它輸出的話 就會輸出成084 然後再來就007 有沒有 有印象嗎 OK 有印象 好 所以回去的話 我建議 因為你如果開空白程式的話 那你就要想想說 假設我要做這一集的話 你要該怎麼無中生有 不外乎就是這樣 反正一個按鈕 就是對應什麼 對應一個SUB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按鈕 其實在我們程式裡面呢 它就會是一個SUB 名稱就是叫SUB 門號 有沒有 然後END SUB是結束 那這個寫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寫在 我們的Module裡面 OK 就是寫在這邊 那 所以以後 我想問一下 那個Module是對應一個工作表 還是說 很多工作表的Module 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Module是共用區 所以它是對應全部的工作表 OK 是全部共用的 它不是說只針對某一個工作表 所以 為什麼我特別跟各位講 你要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直接寫在工作表 工作表上面不是有工作表 你把它點兩下 其實工作表裡面也可以寫程式 但是如果你寫在工作表裡面的話 有一個壞處 就是因為這個程式是for這個工作表用的 所以其他工作表如果要存取它的時候 會有權限上的問題 比較麻煩 那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寫在工作表裡面 可以 但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 那怎麼辦 那也有可能不發生問題 那有可能 那乾脆 我要解釋這麼多 導播跟你講說 你乾脆寫在模組裡面 就沒有剛剛那個問題了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直接告訴你們說 你就寫在模組裡面 就這樣OK了 其他你就先不要吃 你不要說沒事就把它寫在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寫錯地方 然後執行之後發生錯誤 說老師明明我有寫 我說你寫哪裡 我不知道 我就打開打開直接點兩下就可以寫 我說你寫錯地方 難怪不能ROP OK 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將來寫在模組就OK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還是你會寫在其他地方 不會就是下面要放進去 因為我一直寫在前面的模組表 之後才發現 哦對對對 反正就是小細節 那因為我會 為什麼特別直接跟你們講一個 因為你也不要記太多 說你也記不了那麼多 我發現我講很多 所以同學都忘了 就是 所以以後寫程式很簡單 所以我以後就簡單 第一個開發人員 V就被打開 第二個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你就直接在那個模組 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寫Sharp就對了 Sharp就對應到那個工作表 按鈕名稱就好了 這樣比較直覺啦 我講很多 每次同學幾乎都忘了差不多 所以我就乾脆直接這樣的邏輯 應該很簡單吧 你不可能不記得 以後就不容易發生錯誤 我發現你學很多 那最後都混在一起了 最後很容易發生大家的錯誤 而且就好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這每一本書寫都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看完一堆書之後 你真的是無所適從 到底哪一種方法對 OK 好 這樣比較會 是 OK 沒有 在做那個 是 偷懶 你說這個內捨對不對 會不會自動跳出來 基本上不會 所以這個要記 OK 因為如果可以偷懶 我已經一定幫各位想過了 他不會自己跳出來 因為一開始想說 一開始如果打SUB的話 他其實會有完整的自己投 AdSUB 對對對 因為這個SUB會 但是Full Nets不會 可能他現在還沒那麼貼心 會不會之後 微軟看到了 他知道你的需求 自動你打Full Nets自動跳出來 那真的太貼心了 可是目前沒有 所以沒有你就要記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忘了打Nets 對不對 OK 微軟是不是都是最後結尾的內櫃 對 所以以後要記 只要有頭就要微 有SUB你就要有ANDSUB 那你這個規則記起來的話 以後你的程式就不會BUG 所以Full也會有Nets 然後以後的話 有邏輯判斷if 就會有ANDSIF 有沒有 反正你 就是有點像成對的 有什麼就有什麼 這樣就比較好記了 反正我發現有同學 常常打頭沒尾 沒尾那就錯 那你程式是這樣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OK 所以你也不用記太多 只要你不要做錯 沒有BUG 這個程式就是100分了 但是你只要有一個地方打錯 就0分了 哪怕你全部都是對 你寫得再好 不能RUN 都是0分 所以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盡量想辦法 不要讓自己寫錯程式 就是好辦法 所以我沒有講太多 因為我知道每次講太多 根本記不起來 而且最後你也不會用 那真的是講太多 或者是多餘的 OK 所以盡可能 那為什麼我會把我寫完的程式 直接貼到雲端 擺一擺上 就是你如果不能RUN 對不對 其實這一段也有 如果你這一段沒有對不對 雲端上也有 請各位自己去找找看 所以以後你要找得到在哪邊 我們應該是 這一段應該是01這裡 你就把它打開 我記得這一段應該 所以以後你記得 反正你程式不會打也沒關係 至少你要找到C、C、C、V貼上 貼上可以RUN之後 你把它Delete掉重打 也是一種練習 所以這一段應該在哪裡 我看一下 我在這裡 應該是在雲端擺板上面的 這個是門號公式 不是這個 應該是門號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在 雲端擺板的第15頁 總共21頁 第15頁 那以後啦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怎麼打 沒問題 就是在這邊 選這邊sub到Endersub 頭尾C 然後把它貼到模組裡面 在這邊貼上Ctrl-V 好 這樣就OK了 那RUN 可不可以RUN呢 你可以 RUNRUN看好了 這邊把它清除 執行的話 就有不要放這邊 這邊有執行 這邊清掉了 這邊再RUN一下 可以RUN 貼上RUN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Delete掉 自己再來重打 OK 你也可以打出來 表示通過了 但如果你打不出來 奇怪 一直卡一直卡 沒關你再把雲端上面的程式看一下 反正這裡面沒幾個字 也不需要你死背 其實都是活的 OK 所以 也沒別的訣竅 所以以後你要把程式寫好 大概就多練習吧 OK 好 應該沒問題吧 那再來我們來看 所以上禮拜有講過門號這一段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一段的話 我再把剛剛這一段的重點 再提示一下 其實我怎麼寫出來的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它輸出的範圍 所以我就是範圍在 12開始到1的101 所以我寫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寫4i等於 我把它寫在這邊 4i等於2到101 然後呢 Enter兩下打個Next 我把頭跟尾先打了 然後輸出的話 輸出到哪一欄 第一 這個一欄 所以我習慣是先打這邊 Sales 因為我這個i的數字會改,這個e不會改 所以是依然固定的,所以這個e就先打 會變的話是從第二列、第三列一直到103 所以這個的話就把它改成i就對了 這個指的是我要輸出的那個範圍的儲存格 是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應該是輸出1213一直到11的101 我應該可以懂這意思 所以它NAS是跳上去下一個的 NAS就下一個,下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輸出09 所以開頭是09 這個地方一樣是串接,09空一格AND AND這個電信頁的 所以我要取得電音業者的話 那我的習慣是把前面這個sales ID的依然複製過來 然後因為它是f,所以我把它改成f 這樣可以少打很多次 那你說老師,那我要自己打個也可以 只是說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and,然後一個-號 當然你不用全部執行 打完再執行 你可以先一邊打一邊執行看看 已經打到這邊了,我想亂亂看 OK,有了0911- 有了,有了之後的話 你再繼續往前推 再來什麼,再空一格 AND,再串接 串接什麼,我要這個84 所以84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一樣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區 可是這個G輸出的話 它會變成 不是084而是84 有沒有,有的少一碼 有的沒少 那如果說它不足的補0的話 還記得把它加一個format 打一個format 前括弧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 在豆點000就可以 豆點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後瓜虎 好,這樣它就變成 084之形象 084 再來的話 007的話 其實一樣 所以直接把這個公式 因為後面要一個-號 所以and一個-號 然後and剛剛的那個G 但是我把G改H 所以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 貼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改H就可以了 好,知情看看 有了,寫完了 所以其實我寫程式的時候 我的習慣是把VBA扶在上面 然後一邊看我要取什麼資料 我再去寫後面的 所以我不是盲打 不是看不到 然後我就是用實際的 實際上我是一邊看我要做什麼 去寫下一個我的需求 OK 所以把VBA扶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一直這樣寫 寫下去 理論上應該還蠻順的 工作上好像很多都是這樣的 看到什麼 然後你不用全部寫完 你先讓一下 OK了再往下寫 你沒有全部寫完之後 錯了你也不知道錯哪裡 OK 所以這個就是需要點時間 慢慢習慣 OK 好 看問題吧 所以多練習就是 如果你覺得老師還是卡卡的 對你不熟 我跟你講你打個十遍、二十遍 你的經驗是打越多 那你就越熟練 所以我看有些同學打得很順暢 回去真的認真 對不對 那如果回去一直怎麼打 好像一直都打錯 我發現最多打錯就是那個Sale Sale加S 很多人奇怪就是S不加 奇怪 我為什麼 S明明一定要 你就是不加 OK 所以不要打錯 之前我有跟各位講一些 我的打程式習慣 我一遇打小寫 移開如果變大寫 那表示沒打錯 移開如果小寫沒變大寫 打錯了 所以如果以後你們看到1004 有沒有 他其實90%以上都是打錯 所以你看到1004 因為他上面寫那個訊息說 沒有人看得懂 他說什麼什麼 我也看不懂 其實我看到1004 90%以上都是程式打錯 哪邊打錯你給他檢查 他會 比如說這個我忘了打S 我試一下 你應該 這個應該會出現1004 執行看看 沒有 他會出現這個 他看不懂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它修正 我看看 反正你打錯 或者說4Mate 你打錯 4Mate 打小個T看看 請你執行看看 他看不懂 所以他如果看不懂的話 他會出現這個錯誤 還有哪邊會出現 反應014這個非常常見 OK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打錯 比較機率高一點點 OK 好 那 如果你出錯了 記得它會是中斷模式 它會出現黃色 那假設 你看到這個 記得 按一下 上面一個叫停止 停止 停止 就是正方形按鈕 那個叫停止 才會繼續 有同學就不知道停止 繼續打 結果一按好像就出錯了 所以其實特別是一定要先停止 它在上面顯示叫什麼 重新設定 按掉 就是不要讓它錯誤繼續發生 停下來 OK 大概是這樣 反正你用手了之後 它應該會越來越聽你的話 你會覺得還滿OK 但我覺得剛開始同學好像真的是覺得這個 不受控的感覺 比較多 OK 好 接下來 這個當然就是同學提的問題 我們這一題就先這邊打住了 因為理論上也有講過 只是說可能上個禮拜講太快了 可能最後剩的時間不多 所以我大概很快的就把它帶過了 那接下來 這一題應該知道意思 這一題這邊是公式 可是我不要公式 我要變成結果 所以怎麼做 我剛剛講過 其實邏輯是 你要把公式裡面的Find、Mid跟EvL 轉換成就是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的結果 再把處理完的結果丟出來 那該怎麼改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點 改的方式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答案原... 你們可以打開第一個單元裡面的EvL 然後程式在這邊 應該是在第幾頁 第四頁 這裡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一樣會把Find、Mid跟EvL 找一下VBA裡面它要用的函數 在VBA裡面它沒有Find這個函數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函數叫 intree 就是instr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它其實跟Find基本上的作用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有點像是那個format之餘Test 那只是說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參數剛好跟Find顛倒 Find是前面先加瓜葡 再去哪邊找 那它剛好顛倒 它是先去哪邊找 再找什麼 順序顛倒一下 其他好像沒什麼差異 第一個 Mid的話 VBA的名稱跟Excel一模一樣 所以不用改 那IfAir 在Excel裡面有 可是在VBA裡面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IfAir的話 那沒關係 VBA裡面有 沒有If的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可以用 If的邏輯判斷 取代這個IfAir 所以三個地方 第一個 用intree取代Find 第二個 mid就是一樣的 第三個 用If的邏輯判斷 取代IfAir 所以這三個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不過這個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當然怎麼做我們來看一下 OK 所以首先的話 輸出的這個公式我不要 我要看到是乾淨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這應該會少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完全是空的 空的就不要有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空的 你即便油不要放上去 它實際上存在Excel 還是一大串的公式 所以當然一定會造成那個檔案的膨脹 那可是問題怎麼解決這個部分 那一樣 第一個我們一樣先在開發人員裡面 然後我先把這一題先關掉 因為不然的話它會把那個模組 也把它叫進來 所以我就把剛剛那一題關掉 留下這個 接下來一樣切換到Video Basic 然後我們就是再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叫刮鬍自串 我目前是把它放一起 當然你說老師你之前不是說分開嗎 其實放在一起也可以 反正Sub不多 所以幾幾也沒關係 你要分開也沒關係 我就把它放在下面這邊 那我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叫刮鬍自串 不要公式 所以Ctrl C 在底下Ctrl V 直接Enter就可以了 Sub 我要一個叫刮鬍自串 沒有公式 Enter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一題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拿什麼呢 乾脆拿這個來看 B3好了 我先把它清掉 這邊清除 那B3的資料如果要抓過來 之前的話呢 我們是丟公式 可是如果不丟公式的話 假如說我要在那個VBA裡面直接抓 那我要怎麼抓 跟各位講一下 在VBA有個好處 你可以先抓前刮鬍的位置 跟抓後刮鬍的位置 然後抓到之後怎麼樣 把它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因為其實VBA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可以讓你自由的產生變數 可以先暫時儲存什麼 儲存你現在這個刮鬍的位置 比如這個在第三個字 這個在第九個字 之前變成說 你就要產生兩個公式 那這裡的話 如果我今天 我用VBA寫的話 我可以先產生一個變數叫A A等於什麼呢 就是前刮鬍的位置 假設A3好了 我如果要找到A3的前刮鬍 那用VBA寫 用哪一個函數呢 你可以用VBA點 我前面講過 它會列出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 那其中有一個函數叫In3 先打一下I 有沒有Instr 這邊就出現 OK 那其他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邊還有一個In3 REV 也有一個In3 那這兩個不一樣 跟各位講 In3的話是從頭找 那如果你看到底下有個REV的話 是從尾巴找回來 OK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要找的資料 剛好可能在後面的成分居多的話 那建議你從後面找 效率比較快 不然的話 它一定找到最後才找到 浪費時間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In3 REV 那至於這怎麼用 我想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按F1 我這個就不DEMO 錢瓜糊 那一樣我剛剛講 跟F1很像 但是剛好它的參數顛倒 它是先去哪邊找 再找什麼東西 所以呢 我先去 這個幫我在A3裡面找找看 所以我就打個Sales 那Sales如果用A3的話是先列 所以第三列 豆點 然後A欄 我剛剛講說 你幫我去A3裡面找 OK 找什麼東西呢 在豆點 幫我找錢瓜糊 OK 記得喔 它是文字 所以前面加一個前雙引號 然後呢 後雙引號夾起來 然後記得後瓜糊一下 記得瓜糊是成對的 你不要打了前瓜糊 不能後瓜糊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OK了 Enter 那一樣啦 你會發現我剛剛都打小寫 很多都變大寫 哪些變大寫 VBA變大寫 I也變大寫 那表示應該沒打錯 那有A之後 A就是拿來記錄前瓜糊的位置 那請你把這一行 一樣複製一下 再貼到下面 Ctrl V貼上 那我的習慣 再增加個B 怎麼樣呢 找一下後瓜糊的位置 OK 所以喔 未來 A就是放前瓜糊的位置3 然後B就是放後瓜糊的位置9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瓜糊的位置 裡面的東西丟到B3裡面去的話 那程式如何寫 Enter一下 跟他講說我要輸出到哪個儲存格 B3對不對 所以跟他講說 幫我輸出到第三列 MID 斗點的B 其實就指的是B3 等於什麼呢 切割嘛 所以VBA 當然你不打VBA沒關係 點 我只是示意給各位看 這邊有沒有MID MI 有沒有看到MID 這邊出現了 點兩下 當然啦 你說老師我不打VBA點尾 可以啦 你這個不打OK 打也沒關係 好 那瓜糊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A3的東西 瓜糊裡面的東西切到B3 用MID 那MID的話 第一個他說 那你要切什麼資料 我要切A3的資料 所以有點拖懶 拿這個前面這個來改 複製到這邊來 改成A 你幫我切割資料喔 我的資料在A3裡面 豆點 他會問你一樣三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問你說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啊 請你幫我從錢瓜糊的下一個字 所以什麼 錢瓜糊的位置在哪 就A嘛 所以A什麼 A加1 A就是錢瓜糊的位置 那錢瓜糊的位置 如果以A2來看 應該是3加1變4 從第四個字開始 那要取幾個字啊 豆點 還記得吧 後瓜糊位置就B嘛 再減掉什麼呢 前瓜糊位置 減掉A嘛 再減1 對對對 有沒有發現 這個邏輯喔 跟之前以色列的公式 一模一樣 那有哪些地方有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A跟B啦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之前我們公式裡面沒有A跟B 因為 對 所以啊 公式有個最大的致命傷 就是沒辦法產生變數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產生變數的時候 你程式變成要寫得很長 有沒有 你只能把很多很多的公式一直串一直串 但是如果你假設可以產生變數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分成三行輸出 OK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那公式跟VBA到底有沒有哪些差別 那如果都一樣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寫VBA 到底很簡單 因為公式只能一行完成 你在複雜的東西 你只能一行完成 可是有些程式這麼複雜 怎麼可能一行完成 哇 而且即便可以也很容易出錯 錯也很難改 對 可是VBA有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見很多變數 有沒有 你看你可以拆拆拆拆拆 以後錯我就知道哪個地方錯就好 我再來改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做兩個相較的差異 OK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基本上第一階段完成了 那再來請你把程式執行 如果這一段執行 可以看到B3裡面有第三屆冠軍 那恭喜你 你完成第一階段執行 有第三屆冠軍 有沒有看到 所以剛剛寫的這一段 這一段 OK 得到結果長得這樣 這樣 沒多少程式 程式如果你怕打錯 其實這一段一模一樣 我看一下 DELITED掉 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打錯 其實你各位看一下 在雲端版本第四頁 就是這一段 你可以Ctrl C 有沒有 第四段 然後Ctrl V 應該會一模一樣的 貼上 OK 先到 那你現在弄弄看 應該這個把它DELIT掉 應該一模一樣 所以之前有同學打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 你拿雲端的程式貼貼看 比比看好了 哪個地方錯馬上知道 OK 試試看好了 但是現在還沒完成 現在只有一個格子 可是待會要做全部的格子輸出 從哪裡 從B2 然後一直到B10 那怎麼辦 聰明的你應該知道 只是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到第10 但問題要怎麼樣 把底下這三行 放在回圈裡面 而不出錯 這個可能就是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思考的 試試看好了 我們分兩 兩階段來處理 因為你如果第一階段不了解 第二階段直接加上去 我怕有些同學會 沒辦法招架 所以先試試看 把這一段先打出來看看 OK 這一段如果 有問題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如果你實在不OK 先Ctrl C, Ctrl V 貼完之後 記得把它DELIT掉 重新再打打看 OK 試試看 下一階段 我們就要加回圈 不過這一題還差一個If L 有沒有發現 If L If L 我們還沒用 所以待會兒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 如何在VBA裡面做邏輯判斷 那 邏輯判斷這件事情 無論是在Excel也好 或在VBA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 程式裡面最好用的就是 它會自己幫你判斷 你只要把規則寫給它知道 它就會自己幫你完成 但是問題要怎麼樣去下這個規則 而且給它看得懂的東西 它就會幫你自動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完成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 再加上回圈和邏輯判斷 一幅邏輯判斷 這兩個真的是 程式裡面 算是 重要性算是數一數二的 OK 待會兒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完成第一階段 均勐 怎樣 後續 它 água 部分 都有